我知道风险很高 可是我觉得 没有做我永远在想 I want to go for my dream 为我自己而活 角度有但太短了 对不对 打这里 我是大概小学 大概四年级开始接触网球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爸爸是软式网球的国手 从小看着爸爸在很多的赛事里面 为台湾争光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热血的 自然在那种氛围下就觉得 好像我以后应该当国手 好像很自然就应该成为国手 到了国一 我就很严肃的跟父母亲谈说 我想要走这条路 结果没有想到父母亲非常明确的说 你不要想这件事情 在台湾是没有运动家的 所以我就后来就 当完病院去科学院去上班 领的薪水也不错 然后这就是所谓的主流价值 我也觉得在主科工作 然后后来去西谷 蛮好的啊 2006年我们去了红化队参访 结果红化队的那个行销经理呢 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 没有想到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 在美国红化队当行销经理 那个冲击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 突然间好像被钟敲了一下 开始想说我应该做点什么 我不能再等 我没办法再虚耗我的时间 因为我浪费每一天 我未来成功的几率就更低 我必须要勇敢的踏出那一 我就勇敢的来做跟网球相关的事情 好球 哇 这个反拍厉害 Curve 真的是够厉害 那你那在前场跟后场之间 这样子很好玩 我就开始去想说 那我要来邀佛际巨星来台湾打表演赛 就开始密集的E-mail联络 跟阿格西的经纪公司 跟傻便经纪公司 联络这件事情 非常多的细节要take care 很多人都以为说 办这样大型的表演赛有钱就可以 完全是错误的了解 大概有等了两三天 是完全没有讯息的 就很紧张 他在等 我很怕是在告诉我说不乱 我就不断地看小红点有没有亮 我的手机会有所谓的小红点 他会提醒我说有讯息进来 那个讯息对我来讲是 就是代表有消息进来 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 有一天在我们的凌晨那四点 他们下午四点 他们快下班的时候 讯息进来 他就说 阿格西决定要签约了 他真的是大叫 那凌晨四点不管 就是疯了 就觉得说 我们终于要办这样的比赛了 那真的是 太兴奋太兴奋太兴奋了 我希望让台湾的选手 我们培养出来的选手 能够拿下四大公外赛的冠军 很多人可能觉得 这是狂雨 这个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 太容易告诉年轻人说不可能 你要有勇气走决策 从过去的知识跟经验的累积 做了正确的了解 提高你每一个决策的成功的机会 你应该去回想你过去人生的经验 过去累积的东西里面 到底有哪一个事情 真的每天都想做 一直不会觉得疲倦 不会觉得厌烦的 那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你要把梦想设在跟天一样高 你要对自己有信息 有一天真的能够成功